生命纪第五章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讲给你们听的律例和典章,你们要听,必要学习,谨守遵行。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和猎山与我们立约。 这约,耶和华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所有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 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 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之间,将耶和华的话向你们宣示,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 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从维奴之家领出来。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叼置偶像,也不可叼置任何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之物的像。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名,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将这日分别为圣。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子、女儿、仆人、婢女、牛、鱼、牲畜,并你城里的寄居者,无论何功都不可做,使你的仆人、婢女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并使你可以得福。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虚谎地见证陷害邻舍,不可贪爱邻舍的妻子,也不可贪图邻舍的房屋、田地、仆人、婢女、牛、鱼,并他一切所有的。 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对你们全会众说的。 此外,他没有加添别的话。 他把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了我。 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 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 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伟大显给我们看, 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 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 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 我们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 凡有血肉的,曾有何人听见活神从火中说话的声音, 向我们听见,还能存活。 求你进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 将他对你说的话都告诉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 你们对我说话的时候,耶和华听见了你们说话的声音, 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对你说话的声音,我听见了, 他们所说的都好。 唯愿他们,长存这样的心,敬畏我,遵守我的一切诫命, 是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的福。 你需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 至于你要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 律力和典章告诉你, 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 棘手遵行,不可偏离左右。 你们要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一切道路, 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 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得为业的地上, 得以长久。 生命纪第六章 这是耶和华你们神吩咐, 我教训你们的诫命, 律力和典章,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 一生的日子, 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棘手祂的一切律力和诫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要棘手遵行, 使你在流乃与密之地可以得福, 人数极其增多,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是独一的。 你要全心, 全魂, 全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些话, 要放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你也要将这些话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 为头戴。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耶和华你的神, 领你进塔向你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启士, 要赐给你的地。 那里有又大又美的城义, 非你所建造的。 有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 非你所装满的。 有凿城的水井, 非你所凿城的。 还有葡萄园和橄榄园, 非你所栽种的。 你吃了, 而且饱足。 那时, 你要谨慎, 免得你忘记, 将你从埃及地, 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是奉他, 指着他的名启示。 不可随从别神, 就是你们四为众民的神。 因为在你们中间, 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 就把你从地面上除灭。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 像你们在玛萨试探他一样。 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 法度和律例。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 看为善的, 你都要遵行, 使你得福, 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适应许的那美地。 照耶和华所说的, 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 日后, 你的儿子问你说, 耶和华, 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 律例和典章是什么意思? 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 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 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 使我们常常得福, 并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 像今日一样。 我们若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 照他所吩咐我们的, 谨守遵行这一切诫命,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生命纪第七章,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 从你面前除掉许多国民, 就是赫人, 格加撒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洗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共七国的民, 都比你多, 比你强。 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 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 不可与他们立约, 也不可奔待他们。 不可与他们结亲, 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因为他们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我, 去使奉别神, 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 你们却要这样, 带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柱像, 砍下他们的木像, 用火焚烧他们雕制的偶像。 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的圣别自民, 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 做他自己的珍宝, 做他的子民。 耶和华钟情于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乃因耶和华爱你们, 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就用大能的首领你们出来, 把你们从为奴之家, 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中就赎出来。 所以你要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是神, 是信实的神, 向爱他, 守他诫命的人守约, 并施慈爱, 直到千代。 向恨他的人, 当面报应他们, 将他们灭绝。 反恨他的人, 他必当面报应, 绝不迟言。 所以, 你要谨守我今日所吩咐, 你遵行的诫命, 律例和典章。 你们若听从这些典章, 棘手遵行, 耶和华你神, 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 向你守约, 并施慈爱。 他必爱你, 赐福于你, 使你人数增多, 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要赐给你的地上, 赐福于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并你的五谷, 心酒和心油, 以及牛犊, 羊羔。 你必蒙福胜过万民, 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 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 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 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极, 他必不夹在你身上, 只夹给一切恨你的人。 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 你要将他们除灭, 你的眼不可怜惜他们。 你也不可是奉他们的神, 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 你若心里说, 这些国的民比我多, 我怎能赶出他们? 你不要惧怕他们, 要牢牢记住, 耶和华你神像法老和全埃及所行的事。 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事宴, 神迹, 骑士, 大能的手, 并伸出来的绑壁, 都是耶和华你, 神领你出来所用的。 耶和华你神壁, 照样对待你所惧怕的众民。 并且, 耶和华你神要打发大黄蜂到他们中间, 直到纳余圣, 而从你面前藏躲的人灭亡了。 你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 祂是大而可畏的神。 耶和华你神要渐渐地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除掉, 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 免得田野的兽多起来害你。 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 大大的扰乱他们, 直到他们灭绝了。 他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 你就是他们的名从天下消灭,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 他们雕制的神像, 你们要用火焚烧, 其上的金银, 你不可贪图, 也不可取为己有, 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 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增悟的。 可增的物, 你不可带进家里, 免得你成了当毁灭的, 与那物一样, 你要十分厌恶它, 十分增弦它, 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 种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